接下來我要講一下小節的觀念 什麼是小節呢? 小節它是我們在算拍子的時候 一種輔助算拍子的機制 你也可以想成是節奏循環的次數 我們如果說是以四拍為循環 在算拍子的時候就是 1 2 3 4 1 2 3 4 這樣就循環了 我寫一下 就是1 2 3 4 1 2 3 4 我們不會去算到 1 2 3 4 5 6 7 8 就一直算下去 那樣就沒有意義了 因為這樣子不好算拍子 一首歌在演奏當中 如果你從第一拍算到 麻煩你幫我在第325拍做點什麼變化 這樣沒有人知道第325拍在哪裡 這個是非常難以計算的 所以你也可以想像它是一種計算時間的單位 拍子是一種基本單位 小節是一個再大一點的單位 你可以這樣去想 大部分的時候是四拍為循環 但有的時候你會看到 有三拍子為循環 它在算拍的時候 1 2 3 然後就繼續從1開始重新算起 所以是1 2 3 1 2 3 這樣子不斷的循環下去 有的時候你也會遇到5拍子 6拍子 7拍子 或其他的拍子 這也是會遇到 但是大部分的情況下 我們會遇到4拍子跟3拍子是居多 以這兩種情況居多的 好知道這個小節的概念 以及它的循環的這個模式之後 我們來講一下 怎麼樣在譜上面備註 告訴各位 或者是你去理解這個譜 你被告知 這個是 這個音樂是以什麼樣子的拍子數量來循環的 它有一點像是一個分數 有分子分母那樣子的寫法的 你可能 我暫時就用一個斜線 底下這是分母 上面是分子 用這樣來寫喔 底下這邊如果寫一個4的話 就代表這個是四分音符 它不是拍子的數量 這代表的是音符的種類 所以這個4代表的就是 這一種四分音符 如果底下寫的是 嗯 8 那就代表 是以這樣子的8分音符 為基本的單位 所以你會看到底下就是4啊 或8 極少數的情況下 你會看到16 我好像也大概就一兩次吧 有遇到這樣子的譜 但 大部分的 此外大部分的時間 我遇到的都是以四分音符 為基本的單位 少數時候會是以 八分音符為單位 但是更少的時候才會有 所謂的16分音符 為一拍 這種很特別的這種即拍的方式 所以底下這個 了解到它是代表音符的 形式 所以你不會遇到七分音符 因為我們不會去演奏七分音符 你也不會遇到五分音符 不會有那種奇怪的 在這個上面那個分子的這個部位 講的就是數量 也就是拍子循環的 的這一個 嗯 的這個 的拍子數 一個小節裡面應該要幾拍 所以上面如果寫一個4的話 你可以這樣想 它是四個四分音符 就是四個 然後四分音符的 循環的格式 那如果我這邊寫一個12 就代表12個八分音符 循環一次 以12個八分音符為一個小節 大概會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也有可能會遇到一個像是 三四拍 這樣子 就代表這個小節就是 三拍子循環一次 像是這個 123 123 123 它可以是三四拍 有的人可能會問啊 那為什麼沒有三八拍呢 其實 你要這樣定義它也可以的 你只要把以八分音符為單位 然後定義它是123 123 跟你以四分音符為單位 定義它是123 123 基本上是一樣的事情 只是 你要另外再多一點時間 多一個 去備註這個四分音符跟八分音符 它們的速度該多快 那基本上你基礎的這個單位 用四分音符八分音符 都是可以的 只是用八分音符為基本單位 你要再切割成更細小的 的時間單位的時候 你只有16分音符可以用了 當然還有32分音符可以用啦 但是更細碎更麻煩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會選擇一個 居中的 就是以四分音符為基本的單位 是最常用的 因為你往更慢的音符去表現 往更快的音符去表現 都有一個適當的 的 表現手段可以用 今天先講到這邊